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加藍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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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冬季的時候 高雄的小港撤站 是全台灣平均PM2.5濃度的第一名 第二名跟第三名 是大辽站跟左營站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讓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高雄承受著空氣污染的災害非常的嚴重 PM2.5 細全乳為例 它不是只有吸到肺部而已 它會到全身各地去 所以它會引起全身的疾病 不管心臟血管疾病 肝臟的疾病 甚至乳癌 攝護性癌 所有腎臟其他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我曾經在國外住過一段時間 那我還記得當我剛回台灣的第一個月 我的孩子就因為感冒 病發了氣喘 同時眼睛周圍還有紅疹 那時候我帶他去看小兒科醫師 小兒科醫師看一眼就跟我說 它是典型的過敏兒啊 我那時候好震撼喔 我說它過去兩年沒有症狀 為什麼回來一個月就變成過敏兒呢 但是很不幸的 它後來一次一次發生氣喘 皮膚都有典型的異味性皮膚炎的症狀 所以那位兒科醫師沒有說錯 於是我去搜尋國內外各大的醫學期刊 我發現在最近十幾年呢 這個議題 空氣汙染與皮膚過敏的關係 確實引起了科學家跟醫師們的注意 第一個 空氣汙染不是鼻子吸進去 嘴巴大口呼進去你就會得到而已喔 它會經由皮膚的接觸 就滲透到我們的人體 所以皮膚會發疹症啊 第二點 透露在空氣汙染的環境下 確實會誘發皮膚濕疹跟皮膚的過敏 還有第三點 已經有過敏的人 他在空氣汙染嚴重的情況下 他的症狀確實會跟著那個濃度而變得更嚴重 目前我們要求政府大陵燃煤發電廠不能用深煤發電 我們要求用天然氣發電 我們要求所有的柴油車要改善 不能用柴油 因為他會製造非常多的PM2.5 我們要健康 目前環保署的空氣品質指標呢 限制我們一年有八個月 這個是環保署的空氣品質指標 告訴我們 我們一年有八個月 我們的PM2.5超過35的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到戶外去活動的 今天我在行政院南辦 我跟政府官員要求 我們的遊行是一個開始 然後我們後續就會努力監督 我也邀請大家一起跟我們 我們今天有20個主辦團體 我們後續會成立南部反空屋大聯盟 歡迎大家加入 來我們高雄 跟我們一起體驗 體驗空污 體驗埋海 體驗即將在大林發電廠 深煤所發電的85萬瓦 請行政院來跟我們一起體驗 也體驗中港四十幾年煤礦沙堆 露天的到處亂飛亂飄 以及他念焦爐濕冷式的長期四十幾年 就這樣子把這些懸浮為力PM2.5 就這樣子飄到高雄南北 台南屏東這樣子危害我們南部的居民 在這個豔陽的這個天氣之下 各位只要往遠方一看 全部都是低級致癌物質PM2.5 在南部含流的時間 365天裡面有190天以上 這象徵著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 政府是一個欺騙的政府 無論藍綠 無論是經濟部 環保署 如果他們的能源政策是對的 他們的環保管制是對的 今天不會看到這樣的景象 我們受夠了 受夠了 我們不要這樣的毒氣環境 我們不要這樣犧牲健康的共體時間 我們不要我們的孩子 在這樣危險的環境長大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生活環境 我們不要也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中原部的朋友 沒有一點生活品質都沒有 對不對 對 中原部的天空 一年3565天 有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天空都是霧蒙蒙的 附近有東南水泥 有人大工業區 在之前還有以前的武清中油煉油廠 創校15年來 我們常常聞到臭味 我們學校發起了全高雄市第一期的水泥業加鹽標準 就在這一個月2月8號 中央環保署跟東南他們開審議會議 那針對這一個加鹽標準 東南他提出來 你們的標準太嚴了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達到 希望能夠再給他們兩到三年的時間 我們文府國小就在工業區 就在這一個工廠附近 60年他們創立他們這一個工廠在這裡 多少個兩三年過去了 可是他們沒有裝置 他們的環保防治設備 他們現在說他們的老舊的機器要汰換的話 還需要兩三年 各位請問一下孩子的健康 我們的健康 我們一天的污染都不能夠忍受 我們還能夠再忍受兩三年嗎 空氣污染的損失 人為的污染 因為這是自主的污染館 所以人為的污染 要用人為的方式來改善 但是我們的政府 等級市以來 完全都沒有同時執行 完全都沒有在做 我們有空污染 我們有空氣 我們有空氣 我們有防治法 我們有PSI 但是我們PSI授捕那些人 結果你官傳 政府官傳 沒有人的操作 沒有人的行動 沒有人的責任 沒有人的損失 沒有人的動作 所以我們對政府 我們對你們非常沒有信心 各位你說點票 空污的問題 它其實不只是環保的問題而已 它其實背後代表 它背後凸顯的是 台灣在戰後 政治經濟發展 政治經濟發展 一種制度上的扭曲 一種不正義的表現 我們希望 新政府能夠透過修訂 更 修訂環保 更為標準 嚴格更高的 更高的法規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督促產業進行轉型 與升級 那我們更希望 這些產業進行升級的過程中 我們畢竟今天站出來 相信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高雄市民 甚至很多就在工業區上班 但是我們追求環保 我們追求環保 並不是站在產業發展 或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 而是我們要 確保目前的發展 但是更要保障 我們未來能夠永續使用的資源 但是 自從十大建設之後 我們林議員被政府選擇 作為一個工業區 作為一個石化專區 那到現在 我們林議員被迫 去承受這個 有毒性的空氣汙染的 這個健康風險 那甚至我們還要承受 工業區 並沒有去做一個 揭露的安全問題 第一個訴求就是在 高頻的空汙的總量 第二期的固定汙染源 要減百分之十五 第二個 綠色運輸戰率 十年內要提升百分之四十 而且要削減 大量削減 這移動的汙染源 第三點 希望能夠成立 空拍的環境大隊 來控制液散的汙染物 時代力量 反空汙的立場 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去年 就已經提出了 空氣汙染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但是很遺憾的 到目前為止 一次排審都沒有 一次排審都沒有 跟我們的黨團 還有行政院 我們在群組裡面交談 我報告各位 空汙法在這個會期 民進黨還沒有討論 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我們今天在群組裡面 管媽開始發動 好幾個委員都一一聲援 包括林靜儀委員 張廖萬間委員 陳曼麗委員 民進黨的委員 今天在我們的群組 我們紛紛表達 我們要求行政院 跟我們立法院的黨政協調的時候 要決定把空汙法 列入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